70年前的1954年5月7日 决战决胜的军旗在卡斯特里战壕顶部迎风飘扬 标志着越南民族军民在电蝙蝠战役中取得了辉煌胜利 德卡斯特里斯战壕位于伊山丘 属于电蝙蝠据点群 使用当时最坚固的材料和铁丝网构建 能抵御多种火力 长20米、宽8米分为四个部分 使德卡斯特里斯将军和法国指挥部的工作和休息场所 由于其战略位置和重要作用 德卡斯特里斯战壕被誉为电蝙蝠据点群的心脏和灵魂 经过56天夜的英勇战斗 1954年5月7日17时30分 312师209团360营已活捉了德卡斯特里斯将军 电蝙蝠战役的胜利终结了法国殖民统治 为越南民族开辟了新的纪元 今日德卡斯特里斯战壕被完好的保存 成为国家特别历史遗迹 吸引众多四面八方游客前来参观并了解电蝙蝠战役的胜利 通过讲解员的讲解 我们更加了解这个遗迹 因此更加热爱祖国 来到这里后 每个人都会教导自己的子孙 要珍惜今日的和平 不辜负英烈们的伟大牺牲 德卡斯特里斯战壕是越南军民 在抗法救国战争中 不屈意志和团结精神的见证者 对于想了解民族辉煌历史 缅怀曾经为国家独立自由 而牺牲的英雄烈士的人们来说 这里是一个不可错过的地方 请不吝点赞订阅